R.layout,点下去之后 找一下,我们刚刚有把那个外部拉进来 Simple Spin Item 1,把他点两下 这个把他拉进来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是,见了一个Docker之后后面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Set Drawdown View Resource,有没有 这个也要去执行,就是说你要去变更什么 变更那个 点击之后会有一个清单的那个View 那那个View的话,一样把什么 把刚刚变蓝色的那个View给他 那个View的话,就是叫Simple Spinner Drawdown Item,你用选的就可以了,他应该可以找得到 然后最后记得 就是要Set Adapter,把这个连接器给这个Spinner用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些 观念上清楚之后,来做就不会有问题 那执行他之后,我把它Save Save之后的话,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应该这样子 执行 OK 执行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本来是黑色的 那点击之后 我希望变成蓝色的话,你会发现有没有 刚刚改的东西 改哪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他的View,有没有 View就给他了 本来用预设的View,红色的字就上来 那另外这个变蓝色 所以呢,你点击他之后 蓝色的View也给他了 所以你会发现,当我Set桌,当那个ResourceView的话,就会给他 这个时候,上面就变蓝色的 那再点击其中一个 OK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红色蓝色 那其实大家看起来做的动作 其实不多啦 不过 还颇麻烦的 那在 Android里面呢 目前 好像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应该在其他的工具里面,像Visual Studio很方便嘛,你可以选一选就好了,不过目前没有 就只能这样做 OK 那请各位 试一下这一题 另外的话 也可以稍微做个变化 像我刚刚讲的这个 练习题 饮料订购系统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交作业啦 要是我 我可能上 我交个作业,表示 你就把这个 饮料订购系统 自己变化一下啦 也许不一定是那几种茶 你可以去 找你喜欢的饮料 饮料店,你看一下哪几种 等下去有什么冰去冰温 甚至有没有 还有什么糖 有没有第3个spinner 有糖,或者是 你不一定用